我们今天在天天饮食 请于世青师傅教我们做个好吃的东西 刚才于师傅在收拾这些食材的时候 一边收拾一边自己忙活着还念叨 咱们这东西越做越简单了 我说怎么简单了 今天就教大家做个面 今天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做个面 我们做的这道面叫做什么呀 叫做醋卤面 醋卤面 肯定是卤面 老北京的吧 对 是老北京醋卤面 面条筋道 醋卤清爽开胃 这道好吃的醋卤面需要准备的主料有 高筋面粉 辅料有虾皮 香菜 青蒜 调料有花椒 陈醋 酱油 我们现在先把手擀面的面条的面先和上 好吧 好 来 排点水 做手擀面的时候 我听人说 说这手擀面不是要吃那筋道劲吗 说把这个面活得硬一点 吃的时候那筋道劲就出来了 这个呢 误区还是真事啊 对对对对 属于都是什么呀 没有什么做饭经验的人 开始这么说 我们把面活得软了一些之后呢 做出来这个面条呢 反而更筋道 因为它面团跟水 面粉跟水呢 在一起呢 稍微软一些呢 便于撑呀 便于那个杆呀 如果我们把它面团活得很硬呢 它没有那么多的水分 就像挂面一样 出来呢是很干的 吃起来呢就是没有那么筋道 明白了 面团的筋道与不筋道啊 和面加水呢是一方面 一斤面 您搁上四两五左右的水 让它稍微软一点 再其次呢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面粉本身的筋性 也就是怎么样 我们在选择面粉的时候 尽量选择这个高筋的 高筋粉 做手擀面的时候 会有这种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做 我能一次就把这个手法掌握好 可以 没问题 你只要仔细看节目就成 好吧 我们把它呢 和好了之后呢 听见了吗大家 一边醒五分钟 好的 醋鲁面重点步骤一 和面 手擀面要想吃起来筋道弹牙 首先要选用高筋面粉 其次一定要将面和的软一些 面粉与水的配比 应该是五百克高筋面粉 加入二百二十五克左右的水 和好的面需要形制一会儿 这时候咱们制作醋鲁 到这会儿我们把醋鲁 再给它做一下 好 锅上火 少加一点油 这会儿的油呢一定要少 有两三成热的时候 我们把虾皮放入 我猜错了 我以为你要先炸花椒 你不不不 来 我们把虾皮放入 两三成热 这么多 对 两三成热的时候 虾皮洗一洗 把水攥一攥 用中小火这么来煸它 煸它的同时呢 切一点葱花 醋鲁面 它的主体的调味料是醋 秋天讲究吃点带酸口的东西 对 秋天这个季节是收敛的季节 适合吃些酸的东西 把葱花 看我们看那个虾皮变颜色了 已经变 而且香味呢开始出来了 我们把葱花下入 冲了香味出来以后呢 我们把酱油倒入 对 拿着酱油炸一下这个 虾皮 把两倍的醋倒入 两倍于酱油的那么多的醋 对 我们到这会儿呢给它炖一炖 炖一炖呢 加入多一些的香菜 到这会儿呢 加进一些水 这水量有多少 大概有酱油的那么多就可以了 香菜不用多切了 就很粗放的这么直接搁进去 对 直接咱为了是要这个味道 用小火熬一炖 到这会儿呢 我们关火 把剩下的这个一点醋 也就是说少一半的醋 倒入 增加酸味 为什么不一次割完呢 干嘛最后还补一次呢 醋如果摇 这就挥发了 挥发了就没有 酸度就不够了 我们做醋卤面 要它的酸香味 如果拿火摇 那酸香味就没有了 所以时间不能太扯 对 所以我们这醋一定要分两步上 明白了 最后的那部醋 其实就是保留醋 本身的那个香气的 对 到这会儿呢 我们把这个 做的这个醋卤倒入 一个碗中 到这会儿呢 我们把这个 煮锅的这个香菜 也可以给它捞出来 就剃作它用了就 就留作它用 它的作用就发挥完了 虽说这个是老北京的 一种吃法 我也从来都没离开过 北京我的生活 但是我还真没吃过 醋卤面 到这会儿呢 我们再锅上火 最早做的时候 我们就强调了 油呢一定要少 为什么要掌握 总体的油量 到这会儿呢 再倒入一部分油 那还回锅吗 这不是要回锅 要呛锅 好 我们再倒一部分油 对对对 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然后我们看这儿 还有一小碗的花椒 对 我都忘了 还有花椒 对 把花椒倒入 哦 我知道了 明白了吧 炸完了 花椒油趁热放进去 对 吃一下 这样呢给出炉 出炉呢 最后的增香 嗯 把花椒的麻味炸掉 用它的香味 比如现在我已经闻到了 它出了香味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还不能判断 它就是行了 不行不行 因为花椒的颜色 还没完全变 对 第一呢是观色 花椒呢 变成什么呀 黑色色 嗯 第二呢是闻气味 有花椒油的香味 为了 为了刚才李直在跟我念的 特别期待的粗笼面 所以今天 姐就卖把子了一些 那我今天要拿一个海碗来吃 行了 好了 花椒已经颜色彻底变了 花椒已经开始变颜色了 变成深褐色了 香味也出来了 到这会儿我们把油泼入 哇 这个就撕完了 再撒上一些 一生的葱丸 到这会儿我们这个醋卤呢 就做好了 完工了 对 放到一边 醋卤面重点步骤二 制作醋卤 这里您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 醋一定要分两次放 前者增加香味 后者突出醋味 第二 一定要用热花椒油 浇一下醋卤 这样味道更加棒 按照上撒一点面粉 或者玉米粉 我们把这面子拿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面团实际上是很软的 嗯 没有那个想象中那么硬 真的 我们看一下 用这种手法 和出来手擀面呢 出来面条效果好 吃起来筋道 利口 用擀面罐呢 给它给 擀开了 擀开了 这个动作呢 就是什么呀 哪边好擀 哪边好擀 往哪个方向擀 嗯 给它擀成这种 稍微厚一点的面片之后呢 嗯 还是给它撒上面粉 或者玉米粉 给它叠起来 叠起来 我们现在开始切 嗯 嗯 就是面条的雏形就要出来了 对吧 对 把它叠起来 这会儿呢 面粉的用量要稍微大一些 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切了 一边切 一边外边上呢 稍微扒了一下 嗯 啊 大概的这个粗细 就是这样了 嗯 如果喜欢吃细呢 可以切得再细一点 叠起来切这件事 真是 我怎么就没想到 我刚才以为还是要那样 就是我还在想 你拿什么尺子比着 才能把那么大一片东西切成 嗯 这真是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 是 叠起来目的是为了 让它面条又细又长 对啊 而且还切起来比较简单 对 到这会儿呢 我们把面条再打开 蛇了 蛇了 我看你那动作 这个面不好 看你这动作就证明了已经蛇了 好 我们想要叠 叠起来之后 这个面条会很长 嗯 长长的一根 到这会儿呢 我们把这面条打开了 放在一起 给它都摘上一些面粉 我们可以呢 说一转一转 为什么要转一转 让这面条呢 做完之后呢 它的棱角 刚才切了棱角 要那个圆润一些 然后呢 面条会更细一些 嗯 这样之后呢 我们的第一把手擀面 就做好了 好 我们现在准备煮面条了 这面条看着多爱人呢 是啊 用这种方式做出来手擀面 嗯 不但好吃 而且还很漂亮 对 而且根根根都特别的长 对 而且我站在这 现在还能闻到那个醋鲁的香 醋鲁味啊 行 煮面 刚才于师傅说了 要专闻给我们说说这个手擀面的煮法 嗯 然后我们看这锅里边呢 大的鱼眼泡已经很密集了 然后开始现在晚上翻花的时候 这个锅水呢 开了 我们把面条抖一抖上面的面粉 把面条放入 嗯 放入面条以后呢 先不要动它 这会儿动得容易折 哦 再从边上 往中间轻轻的这么的松动它一下 不动它 它会马上自己结成一团 不会 不会 因为我们放进之后 这面团整体都浸在水里边了 嗯 它表面一下就凝固了 哦 所以它不会浸在一起 嗯 然后这会儿呢 用筷子在中间稍微松动一下 嗯 刚才我们用这种方式放在锅里的面条 一根都不断 嗯 您完全可以负责任的说 很难的把它弄断了 除非用牙咬断 哈哈哈哈 现在表面有光泽了 表面很光泽了 嗯 然后呢 有点透亮了 嗯 但是还是有点暗 有点暗就是不太熟 然后里边呢 白新了 已经看不到了 您说的暗是指面条的颜色有点暗 整体颜色有点暗 就是该点一次水 对 稍微点一次水 点一次水的目的是呢 不让这面条锅呀 老花花这么开着 因为老这么开着水呢 会充什么面条表面的这些面粉 哦 这样的第一容易乱汤 第二呢 面条呢 容易什么呀 容易黏 嗯 你听这个词用的乱汤 嗯 汤煮出来是不能乱的 对 是要清清楚楚的 这个就是讲究对吧 对 再来点水 再来点水 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喝煮面条的汤的 原汤好原石吗 是 好嘞 这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边上准备一大碗了 出锅了准备 出锅了 您是吃锅条 直接往碗里捞 嗯 是吃锅水呢 稍微过一下凉水 嗯 今天就锅条了 好吧 因为我们的那个醋卤其实是凉的 啊 对 而且它是汁的 嗯 它不像说是勾勒淀粉似的 碗会不好办 对 这个面真光滑 一根都不在漏的 真光滑 对 把这会儿呢 然后再来看一下 挑出来 对 嗯 面条煮好了 剩下最关键时候就是什么呀 看谁吃了 哈哈哈哈 这个您不用担心 就这一件事是真不用您担心的 我们呢给它浇上一点醋卤 嗯 嗯 有的人喜欢在那个就是撕这个花椒油的时候把花椒撇出去 哦 也可以 这个炸好的花椒吃在嘴里也不会麻 哦 也可以 然后撇去多一部分 留一点也可以 浇一点醋卤 然后再加一点这个菜马 嗯 就行了 这道醋卤面面条筋道 醋卤清爽开胃 制作起来还特别的简单 第一 用500克高筋面粉与225克左右的清水 活成偏软一些的面团 形制备用 第二 锅中倒底油 放虾皮 炒变色之后 下入葱花 烹入酱油 测两倍量的醋 加香菜 清水 小火熬制 关火之后再倒入少量的陈醋 增加香味 炸花椒油 浇在醋卤上 撒少许的葱白 第三 形好的面团 擀成大片 撒大量的辅面 折起来 切成手擀面 用手微微攥一攥 让面更加圆润 做水 水成大鱼眼泡时 下入面条 煮熟之后 浇上醋卤 拌上菜马即可 其实刚才煮面的时候 就一直有个问题 没问出来 现在赶紧问 煮手擀面 煮挂面 煮切面 甚至有人在家里煮方便面 你师父以前就跟我们说过 其实煮不同的面条 是有不同方法的 对 我们就不明白了 都是面条 有什么区别呢 煮这几种面条 都有它其中的小窍门 至于怎么煮呢 一会咱们看天天紧囊 好吧 今天我们就拿切面 挂面和方便面 来举例 告诉大家应该如何正确煮不同的面条 首先说挂面 挂面属于干制后的面条 水分比较少 所以煮的时候要稍微的长一些 当锅中的水呈现大鱼眼泡的时候 下入挂面 全程保持中火 当锅中的水达到沸腾的状态 点凉水 使水温降下来 等水再次沸腾时 再点凉水 如此反复三次 挂面正好成熟 即可捞出 这样煮出的挂面 筋到利口 表面不会黏糊 下面说切面 由于切面属于鲜面 我们主要解决它在煮制过程中容易断的问题 煮切面一定要等水大开之后再下面 此时先不要搅动 当水再次大开时 用筷子轻轻挑动面的四周 等面浮起来之后 用筷子从面中间拨散开 这样煮出的面条不容易断 当面条全部飘起来的时候 点上两次凉水 等再次开锅即可成盘 最后说说煮方便面 因为方便面中多少含有防腐剂 所以您吃之前最好先用热水冲洗一遍 做法是 水马上烧开时下方便面 当面条稍微散开的时候捞出 把水倒掉 重新做水 当水烧开时再次放入面 煮方便面就不要加凉水了 如此煮上一分钟就可以捞出了 这样煮出的方便面既筋道又健康 怎么样 三种面条三种煮法 不知道您是否记住了呢 这次煮出的方便可能是更高的 考虑 再次见到的 刘先当下 灵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